在日本强征威安妇的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强征威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 严重的反人类罪行 这一历史史实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日方一方面玩弄文字游戏 试图模糊史实淡化罪责 另一方面又表示要继承和也谈话 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拙劣的表演 目的就是要渐进式的否认 甚至美化侵略历史 我想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有的态度 受害国人民也绝不会答应